在鬼灭之刃中 要说谁才是猎鬼天才的话 那么毫无疑问是主角炭治郎 炭治郎天生又有一副灵敏的嗅觉 可以分辨出人类和鬼 能够轻松找到鬼的东西 但是要说谁是战斗天才的那么 最一支柱莫属 其自身强大的战斗力和灵火的身手 在初期已经令人印象深刻 但他最值得夸耀 终于展示 天才一面的莫过于他自创的一套受制呼吸法 在无视自控的情况下 自创出一套斩鬼呼吸法 最强天才可以说是他无疑了 接下来就让我来一盘点 抑制住自创的受制呼吸的各种招式 受制呼吸一只牙 穿透刺射 将两把刀朝同一个方向一起向前刺进去 就算刀到了也能使用 不过可以造成伤害的效果一般 没有太出色的表现 受制呼吸二只牙 一刃对劈 将两把刀交叉 朝一个方向一起发出斩机 能够发出一定范围的剑气 放大攻击范围 可以起到一定封锁敌人走位的作用 也能当成远程攻击使用 属于比较实用的招式 受制呼吸三只牙 也要按照撕扯 双手交叉后 将两把刀用力朝两面挥去 用破损的锯水装的人面 切割敌人的脑袋 这招可以算是一击必杀的招式 但要把握好时机 在对付弱小的鬼的时候 比较好用的一招 受制呼吸四只牙 碎刃飞飞 把两把刀交叉在一起 同时发出多道斩机 属于比较有杀伤力的招式 可以持续发出多道剑气 虽然打了五张 但也会令对方感到头痛的一招 受制呼吸五只牙 狂牙战略 在诸突猛进的同时 不断挥舞两把刀 往四面八方挥斩 可以说是一招大范围的 AOE技能 破坏力极枪 最大的特色可以说是攻防于一体 最适合用在被敌人包围的场合 但同时也是最费体力的招式 受制呼吸六只牙 弯装刺咬 用一把刀挥斩敌人 同时用另一把刀刺向敌人 连坎带刺的一招 效果比较一般 也很少用 受制呼吸七只行 空间感知 在深山中长大的一只柱 拥有出色的触觉 在经过我流呼吸法的磨练 变成了灵敏的触觉 只要集中注意力 就连空气中微弱的动摇 也能感知到 不用通过直接接触 便可捕托到对方的位置 不过在忙乱的战斗中 作力不大 因为是要禁止自身行动 去感知敌人 受制呼吸八只行 矿链猛进 可以说是出出猛进的加强板 主要以几块的速度 向前高速移动 受制呼吸九只牙 身方延战略 利用自己身体的柔韧度 将关节卸下 在以肺所思的角度和方式重组 延长攻击距离后甩出的斩击 但缺点是不够熟练且精度不够 斩击容易偏离目标位置 可以说是让对手出其不意的一招 受制呼吸十只牙 远转炫崖 在与同罗一战中临时想到的招式 将刀高速转动带来的锋利 将同罗发出的动云吹散 就像电风扇一样 受制呼吸零光一线形 暴躲裂斩 简单的来说就是将两把刀投掷出去 曾用这招帮助了利花洛香弹库 最终砍下了同罗的手机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是阿维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我 按你们